美麗伏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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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迪 伏迪 伏迪和一家 要不要找工作 來 到我公司 在這邊 直接來找我 好不好 這樣子有沒有 從這邊 下去 這塊 下去 輕輕的 我家慧婷今年50歲 我是因為去服刑 出來我的房間不讓我住了 我沒地方住 看到這裡在真人 我就過來應徵 以前有吸毒的時候 都會擔心說 人家是會來抓我 自己是想要改變 想要改變才會來這裡 慢慢就在爬起來 然後就是不要去走回頭路 看那個玻璃我把它插得那麼亮 還有成就感到 想不到我也能夠做這樣的工作 謝謝她讓我有工作 我成立晴姊公司的時候 是台中市那個勞工局 那時候也來找我談過 因為台中市他說 沒有一個企業願意信用這些 看能不能幫忙他 減少街頭流浪者 他一份工作 不管是我們的賺多賺少 而讓他們自己能養護他自己 然後可以養護他家人 起初有會怕 三天兩頭就出一些問題 有的人說他要跳樓 有的人要自殺 有的人不然就喝酒就去亂 那一段日子 但是我們其實本來都一直受不了 但是有些把他救回來的時候 看到那種慘命我們就覺得很感動 有些人在我這邊跟了好幾年 他自己存了一些錢 然後到外面去 再開別的都有 我這樣幫助他成功了 十個裡面就算成功兩三個 我也是甘之如意 我也很開心 我本身就有一個兒子 他從小那時候就是中毒自閉症 但是特教生的家庭 十個裡面有七八個 真的是中低收入 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老實講我回去辦吧 現在其實老實講 也不算是賠錢了 只是現在慢慢收入 就跟一般的上班族差不多了 但是我覺得 就慢慢這樣子做就好了 可以幫助到人 一方面我們就可以有一點收入 可以養活自己 家這個對我來說 好像真的很遠了 這裡會比較有像家的感覺 這個地方 我很想把這份工作 當成我以後的職業 真的 但是很累 但是真的做得很開心 有人會幫我們打壓 但是我們也是氣而不捨 去跟他講 親給他們一個機會 外面有時候看到一些街友那些 曾經很多都是一些老闆 有些人他們自己都跟我講 他們不懂得珍惜 吃喝嫖土亂來一大堆 然後導致於家庭失和 妻禮至善 然後淪落街頭 在請他投入這個工作的時候 他會更認真 因為他懂得 懂得珍惜 下雨天啦 早一點吃來給你們好嗎 我的失業雖然不是 讓我賺大錢的 但是我的失業是讓我 能去搬住的 這種是無形至終的一些感動 所以我還會繼續再走 我會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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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先看 我會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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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